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何希,笑天犬是条什么狗? 笑天犬,有人认为就是天狗,天狗我们最熟悉的神话,就是天狗时日,天狗时日,也就是日时。 古人认为,日时,月时是天狗在作怪,日时月时的识字,多少就透露出一些吃货闯祸的意思。 传说后裔为民除害,射落了九个太阳,王母娘娘为了奖赏她,便送了她灵药,但后被嫦娥偷吃了,独自升天。 门外后裔的猎犬黑尔眼见词,肺叫着扑进屋内,把剩下的灵药舔进,然后也跟着朝天上的嫦娥追去。 嫦娥听见黑尔的吠声,慌忙闯进月亮里,而黑尔毛发直竖,身体不断变大,一下子扑上去,把嫦娥连月亮吞下。 当时,玉帝及王母娘娘得知月亮被一条黑狗吞吃了,便下令天兵天将去捉拿。 当黑狗捉来后,王母娘娘认出她是后裔的猎犬,封她为天狗,让她守护南天门,黑尔受到奔风,便吐出了月亮和嫦娥,而嫦娥自此居于月亮上。 还有传说二郎神,为了让凡人为她雕刻石像,派遣孝天犬看守凡人施工,只要凡人不听话,就会把太阳吃掉,以此要挟凡人。 这都是民间传说,魏剑史集记载,天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,但没有提到天狗十日或十月,而山海经天狗似乎就是一种普通的野兽,又西三百里,约阴山,浊玉之水出烟,而南流于翻泽。 其中多文贝,有兽烟,约天狗,其壮如梨,而白手,其阴如流流,可以玉胸,按照《山经》的说法,天狗是种像狐狸而头部白色的动物,并是玉胸的棘兽,很可能真实存在过,但后来它又被用来形容贵星,而古人将天空奔兴视为大不及,所以天狗也变成了凶星的称谓,实际天官在,天狗壮如大奔兴,有生,其下旨的泪, 天狗,所堕即炎火,望之如火光,炎炎冲天,佛教传入后,天狗逐渐和佛教中的大哀辟扯上了关系,释迦牟尼十位弟子中有一位名叫穆莲,他十分孝顺母亲,但是,穆莲之母却生性暴力,玉帝对穆莲之母非常不满,将穆莲之母打下十八层地狱,变成一只恶狗, 永世不得超生,穆莲日夜修炼,成了地藏菩萨,为求母亲,他用席杖打开地狱门,穆莲之母和全部恶鬼都逃出地狱,穆莲之母变成了恶狗,逃出地狱后,窜到天庭去找余地算账,他在篇上找不到余地,就去追赶太阳和月亮,想将它们吞吃了, 让天上人间变成一片黑暗世界,民间就叫天狗是太阳,但此是未见穆莲传说的出处,佛说于兰盆经的记载,还是民间的一种传说,我国最早关于日食的记录来自于尚书,为时西河,颠覆绝德,身乱于酒,判官离刺,出扰天际,侠气绝思,乃记秋月朔,臣服及于房,冒奏谷,色扑齿,树人走,西河诗绝观, 网门之,昏迷于天下,以甘先王之诛,据天文学家和史学家考证,这次日食的具体发生时间,为公元前2,137年10月22日,在出土的商代加古古词中,被认定的日食记载有5次,记录了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之间的日食,诗经小雅中则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776年9月发生的一次日食, 十月之交,朔日心脑,日有时之,太原战经引河图,太白之经,散为天狗,也就是说,天狗其实就是太白金星所化,我们之前讲过太白金星是战星,太白金星所化的天狗,自然更是战士的化身,又皇帝战,天狗者,五星气和,便出西南,金火气和, 名曰天狗,荆州战约,西北三星,大尔白,名曰天狗,剑则大兵起,天下鸡,人相识,这么说的话,天狗出现,必是天下大乱之时,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古书记载都这样说的, 旱新世传三秦记说,离山西,有白鹿园,因为周平王时有白鹿出现,而得名,对,就是陈中时写的白鹿园,周相公时,有天狗下凡,保护一方水土,只要发现有贼人,天狗就会叫不止,直到把贼人赶跑为止, 这和山海经对天狗的态度倒是相符的,二郎神与孝天犬结缘,是因为传说二郎神城先前居住在灌江口,幼年修行之时,欧遇流落在外的孝天犬,觉得和他有缘,就三度犬于草莽之中,授犬以修身之术,并作为猎犬和后来收养的逆天鹰一起待在身边,这里说的二郎显然还是灌江二郎,吉里,冰的儿子, 可是也有学者认为,二郎神信仰,和天狗一样,可能来自于佛教,皮沙门天王有五个儿子,二,儿子独近就常常以彭鼠的形象,出现在天王身边,这只鼠后来又被嫁接到了风神演义摩家四江之一的魔理兽的身上,风神演义说他囊里有遗物,形如白鼠,明曰紫金花胡雕,放起空中,现身似白相,泪生非赤, 实际是人,既然二郎神就是独剑,那么二郎神的宠物孝天犬,自然有可能是独剑的神鼠转化来的,只是,为什么不是神鼠,而要以一条狗的形式出现呢? 如果就此认为,孝天犬是佛教传说的产物,似乎也有点牵强,还有个问题,孝天犬长什么样?西游记中称,系犬,而不称孝天犬,系犬,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猎犬,距今已有千年的化养历史,主要有山东和陕西两种品系,陕西系犬,主要生长在陕西的关中卫南地区, 系犬头小腿长腰系,善跑,体型与猎豹或西方的灵体犬相似,只是与灵体犬相比,速度爆发力稍差,但耐力和灵活协调性远超灵体,不念欲望也较灵体为高,是优秀的猎犬,宋慧妖极稿,七日,先出进军围围场,五房一致琴,系犬从,低亲于胡使,射中走吐三,从官供马称赫, 而封神演义中的孝天犬就厉害了,作者居然说他形如白象,形如白象,一条狗长得像大象,这是多大的一条犬,有诗为证,先犬羞,好细腰,形如白象势如肖,童头铁锦难招架,遭遇凶风骨一消,腰还是细的,还是小蛮腰,有这样奇葩的大象吗? 反正此犬一出,就是赵公铭都不是对手,给结结实实咬了一口,把颈像咬伤,将袍服扯碎,只得拨虎逃归,什么新环,邓禅玉,周信,碧环,吕月,常好都吃过他的苦头,在八仙德道转八十三回至八十七回里,笑天犬,也曾下戒为魔,下口阵王源外家的小姐,到桃花山上乡,被妖怪迷了魂魄,驱魔人吕洞边, 一打听才知道,这是二郎身的跟班笑天犬在作怪,这笑天犬可不比寻常受累,他从上古以来,一直苦修勤烈,虽未成道,却也成就了万劫不坏之身,笑天犬的牙齿,经过牵磨半段,曾随他的主人历过不少功劳,咬死不少,咬人鬼怪,自然他那一咬的力量,比平常的刀兵水火,都要厉害到十多倍了,刚开始修道的吕洞边,奉命 拿法宝不化去收将,笑天犬被收入法宝不化后,吕洞边担心笑天犬困于其中被化成灰,卷到一帆儿,心中猛可激起,全主二郎神,和他的师父汉忠礼等人都有交性,如今,我爱了他的笑天犬,将来叫师父如何见得,二郎的面,不如趁此机会,将他放走了吧,如此一想, 吕洞边心生慈敏,忙又将话贪开,贪到一半儿,结果反被不知好歹的笑天犬,趁机咬了一口,吕洞边身穿的是汉忠礼刺他的混元八卦道袍,一般水火不侵,不能抵抗这笑天犬的牙齿,被一口咬在小腿子上,这,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俗语,狗咬吕洞边,不是好人心的游戏